秦拿术是一招制敌的传统武术技法 利用杠杆原理 反关节攻击 那么在秦拿过程中 力量重要还是技巧重要呢 我向东方秦拿术李印东老师进行了请教 秦拿力量重要还是技术重要 这个问法实际上是错的 问法本身呢 好像似乎不是这个就是那个 但是呢 很多事情既是这个又是那个 也就是说按我这种方法呢 我给你回答 秦拿力量非常重要 技术也非常重要 两个缺一不可 是技术和力量的融合 它两个之间彼此是相处相成的 是相互融合的 我们知道过去一个叫一粒相识会 有这么个说法 后来呢 还有一个呢 四粮拨千斤 大家想想这两个是不是说法有点矛盾呢 实际上呢 恰恰是什么呢 一粒相识会和四粮拨千斤 两个是相互相成的 之所以能够四粮拨千斤 使它本身有千斤的 与使四粮拨千斤自身须有千斤力 而不是说它只有四粮 它就能拨弄千斤 这个大家要理解 秦拿呢既需要力量 又需要技巧 是力量和技巧的完美统一 要练好秦拿 这两个呢 缺一不可 李应东老师是东方秦拿术创始人 形成了完整的秦拿格斗术体系 我们看到的一些秦拿招式 比如 苏秦背剑 童子搭桥 东奎背鬼 周底翻画 动作展示的都很精彩 而这些招式要想发挥作用 达到一招制胜的实战目的 光学会比划技巧显然没用 还得有力量有进